這次遇上最長的隧道,二十十公斤 還不是半載的,還不是 二十四點五,二十五點五 看到藍光才可以繞下 還沒繞 阿娘,阿偉 你現在都要去除火器了 吼頭頭 吹起來吹起來,等一下往瘋人院一起一併關起來 好,我沒問題,皇太后,臨椎 有沒有像一個鏡子 所以呢,今天大家要抓緊這個時間可以去拍這個照片 我真的印象好深刻,那一間飯店 不是說那間飯店,他的飯店有多好或什麼 是他給我的那種感覺好平靜喔 真的,整個人到了那邊去之後 就覺得差不多可以燉入空門 阿妹沒有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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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有十門沒有空門 對 好,來 阿妹有天堂門 阿妹有空門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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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兩台來,來,來 好,好,這個呢 霞灣地形呢 阿妹有說 好漂亮喔 好漂亮對不對 欸好像整個道林 還穿穿 穿 快,快拍 這我老師拍得非常非常好 再波給大家 可以,可以可以 哇 真是美爆了 美極了 好 來 其實呢 在挪威這個地方呢 我有說過它是38萬5000平方公里 人口只有510萬人 它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 人口密度最低的一個國家 然後呢 在這個挪威呢 其實他們是狹長的國土 狹長國土 它的尾度是從北尾58度到北尾71點多度 對 所以呢 其實呢 整個 來 我先問一個問題 先問 好 北極熊 灰熊比較厲害 還是白熊 對 北極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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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北極熊為什麼不吃企鵝 一個藍一個北極熊呢 是的 沒錯 來 北極怎麼去定調它的這個北極呢 其實基本上呢 北極是 它沒有所謂陸地 它只有所謂的冰原 它只有所謂的冰層 在北極的部分呢 河衛北極 只要進入北極圈 66.2533分 66.25度33分呢 基本上在這個極圈以內 就叫做北極 所以如果今天這一次我們的行程 有比較長一點的時候 我們會到北角71度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大膽地跟大家講 我有去過北極 那可以看到北極嗎 我跟你講這樣 來 待會慢慢地一個一個 是來自於瑞典人 為什麼瑞典維京人曾經在那邊 Russia 那時候斯拉夫民族呢 他們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國王 或者是什麼 他們那時候在邊境呢 邊緣地帶呢 他們看到瑞典的維京人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本來是說要搶奪 或者是要跟他們就是 可能分爭啊 或者是分一些領土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瑞典 那時候斯拉夫民族反而覺得說 乾脆我們缺一個國王 我們乾脆就讓瑞典 就是瑞典的維京人來統治我們 來領導我們在這個邊界的地方 所以呢 那時候的國王呢 他的名字的前三個字呢 就是RUS 好像Ragos Ragos這個國王 所以其實東南西北 維京人那時候對於歐 我人生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天寒地動 真的 因為 然後 其實在分了 在那 他說 他能夠了解 為什麼北歐人在冬天的時候都很憂鬱 因為呢 氣候上面的原因 要執意輸零 蛤 所以冰島是很值得開發的一塊 我下次去的時候我會把它帶上 我會帶所有的夜七七來玩 好 哈哈 去吧 小蛋卷 喔 然後呢 對 然後呢 其實在冰島 冰島是真的 它是一個更寧靜的一個地方 它是一個更寧靜的一個島嶼 呃 現在漸漸的 因為台灣人比較喜歡玩那種深度之旅 會在冰島排四天五天的這個行程 但是冰島的費用還真不便宜 整個北歐的行程裡面 挪威跟冰島是最貴的 真的 風景 風景啊 都是冰 不一樣 都是冰嗎 嗯 不一樣 冰島呢 它有一個很可愛的 我認為啦 冰島 你會覺得它好 聽它的名字就覺得冷冰冰的 挪威就是一定得看霞灣 我們就是住霞灣的飯店 然後住霞灣區 為什麼 你要接近這個 深入這個大自然 但是在冰島你會覺得說 嗯 對啊 是不是都冰 沒有喔 冰島的地熱是非常的豐富的 當我們飛機一到的時候呢 它會先做 我們會有一個活動叫做 布鲁拉棍 藍色的蟹 蟹湖 在這個藍色的蟹湖裡面呢 它擁有所謂全世界最好的 那個什麼 冰河泥 天然的喔 天然的喔 然後它就是一個溫泉 然後它有戶外的 然後你就會看到所有人在裡面 泡溫泉 很好玩 還蠻可愛的 然後再來呢 它有另外一個活動呢 叫做 在那裡 地面 都 россий wore照 腹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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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